这是2019年四国邀请赛 中国女足三倍零战胜尼瑞利亚的比赛画面 王珊珊反越位战术成功 故意胸部露球 李颖后点插上 抽射破门 这样精彩的配合 多久没有出现在男足的赛场上了 4月13日 女足以总比分4比3 成功晋级拿到东京奥运会的门票 两场比赛 屏幕前的你一定记住了两回合 两球以主攻的王霜 但是还有一位至关重要的功臣 唐嘉丽 第二回合44分钟 唐嘉丽门前就显 完美诠释了女足精神 中国能赢下比赛 唐嘉丽鞠躬至尾 这时又不免想起了 那位亚冠上的男足运动员 中国女足曾经创下 亚洲杯七连冠的记录 1999年女足世界杯 更是夺得亚军 而这些亮眼成绩的背后 除了球队们的辛苦训练之外 还有那让人瞠目结舌的低工资 根据2015年 京华时报给出的数据 当时女足的平均工资只有3000元 就算有顶级赞助商赞助的球队 年收入也不到30万 说底薪或许不合适 但说薪资大众话 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1999年女足世界杯主教练 马云安的一句话 更是引发深思 如果中国女足的姑娘们 可以多吃一些牛排 少吃一点油条和包子 或许冠军就是咱们中国的了 对比男足 在信心令颁发之前 球员们年薪千万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平均工资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389万元 是日本J联赛的5倍之多 韩国K联赛的10倍之多 是中国女足的多少 就不必讲了 而男足给球迷们留下的 也只剩了调侃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也是市场所导致的 即便男足成绩不佳 关注度却从未下降 去年中超男足联赛 累计收市超过20一次 女超联赛累计收市的数字是多少呢 不到1200万 差了将近20倍 2015年中超冠冰费8100万 女足2015年冠冰费最高额 才是6万元 你说中国球迷不支持中国男足 一场北京国安的比赛 有4万人左右的上座率 女足百十来人观看也是常态 女超联赛的门票 有时都卖不出去 像四川等地的主场 更是成了免费劲的情况 其实 不管男足女足 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女足更像姐姐 男足更像弟弟 男足成绩再差 你还得关注她 毕竟是自家孩子 不过在你关注弟弟的同时 也理应多关注一下 带给我们荣誉更多的姐姐 弟弟还需成长 或许稍微给姐姐一些关注与爱 她就能够成熟 带给我们真正的惊喜 如果你喜欢足球 喜欢体育 请转发这条视频给你的朋友 这会提高女足姑娘们的收入 也会对中国足球 有所帮助